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代名称 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 到今天的方块字 中国汉字尽管以脉相承 但字形和字意 却都发生了很大改变 那么这些代表朝代名称的汉字 它们最初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的祖先为何会选择这些字 作为自己朝代的名称呢 从今天开始 百家讲坛特邀教育部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张一青 与你一起解码汉字 揭秘王朝名称用字的讲究 今天播出第一集 汉字的起源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 几乎都会和汉字打交道 大家是不是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汉字 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吗 文字的产生 它在人类历史上 确实是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 在很多的地方 都产生了好几种 人类的古老的文明 比如说我们的华夏文明 还有非洲北部的 当时的古埃及的文明 还有在亚洲西部 两河流域的文明 还有大家知道的 像南美洲的玛雅文明 这样一些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呢 它们在产生的时候呢 也都各自产生过一些 很独特的语言和文字 那么在文字的产生方面 我们刚才提到 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字吗 实际上汉字还不是最古老的文字 那么古老的文字有哪些呢 有一种是在大约五千五百多年之前 由生活在右发拉底河 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 苏美尔人所创造的 这个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当时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那么苏美尔人呢 他创造的文字叫什么呢 叫钉头字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看钉头字的样子 这就是钉头字的样子 钉头字呢 也叫做楔形文字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它为什么叫钉头字 或者叫楔形文字呢 因为啊 它当时这种文字呢 是刻在泥块上的 就是软的泥块 然后呢 用树枝啊什么东西 在上面呢 刻写一些符号 那么它在刻写的时候呢 在每一个笔道的最初呢 它要使劲往下压 这么一压的时候呢 在每一个笔道的最开始的地方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类似像钉子的头 或者呢像木蝎子的一个形状 所以呢 我们管这种文字呢 后来就叫钉头字 也叫楔形文字 那么跟钉头字和楔形文字 年代差不多 比它稍晚一点的 在非洲北部 我们提到的古埃及文明的时候 那里的先人们呢 还创造了另一种文字 这种文字呢 叫做圣书字 大家看 这就是圣书字的样子 那么圣书字呢 后来的希腊人 把它呢 还分作了三种字体 碑名体 僧侣体 还有一种呢 叫做人民体 钉头字也好 圣书字也好 它们的历史呢 都比我们的汉字要久远 但是呢 非常可惜的是 这两种古老的文字呢 它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 由于啊 不同的民族啊 这个迁徙啊 接触啊 影响啊 融合啊 所以它慢慢慢慢的呢 到了公元前后的时候呢 就消亡了 它为什么消亡了呢 就是因为我们提到的 民族的这种融合影响的过程中呢 它们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 纯粹的记录语音的 这样一些字母文字 它就成为后来的阿拉伯文呀 希腊文呀 成为这些文字的最初的根源 并且呢 它就被后者呢 最后就取代了 那么产生比它晚的 是我们古老的汉字 我们产生的年代呢 大约是在公元前 一千三百多年 但是我们产生了之后 我们的汉字呢 是唯一的流传下来的一种文字 我们从古至今 一直呢 没有断过 那么这里边可能 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了 就是那两种古老的文字 它们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由于种种的原因呢 变成了其他的一些 字母文字的体系 那么我们的汉字 为什么从古至今 就流传下来了呢 这其中啊 原因可能有很多 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呢 都在起作用 但是其中呢 有两个原因 是比较主要的 第一种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 是通过汉字来承载的 那么中华文明 从古至今几千年 一直中间呢 没有断层 虽然我们也有民族的融合 我们也有民族之间的 这种迁徙和影响 但是中华文明呢 中间没有断过 所以呢 承载着这种文明的 我们的古老的汉字 它呢 也就一直 承载着文明在流传 那么第二个原因 现在我们中华 大地这么大 我们呢 有很多种 不同的汉语的方言 那么汉字呢 作为记录汉语的 这么一种文字的体系 它呢 在不同的方言里边呢 它都能读出来 它呢 都有读音 因此呢 对汉字呢 也有人说 它具有什么呢 跨地语性 就说同样一个汉字 我们大家都认识 都是理解 它是同一种意思 但是呢 在不同的方言里边呢 我们可以有 不同的读音 那么这样一些 现象的存在呢 就使得我们的汉字 具有了这种 跨地语性 另外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汉字呀 在传承的过程当中 从古至今呢 在启蒙教育里 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 就是说 你启蒙教育的时候 要用通用语言 就是说 你不能用方言去教汉字 你得用啊 通用语言 通用语言是什么呢 也就是一种标准语 这种标准语言呢 在古代呢 常常的会叫它 雅言 叫官话 等等等等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呢 我们叫它普通话 那么普通话呢 也就是全国通用的 这么一种语言 现在呢 以法律的形式 已经把它确定下来 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 那么在古代呢 我们说任免官员的时候 就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 清代呢 在官话运动中 它有什么要求 雍正呢 在圣域里边 他呢 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凡官员有立民之责 其语言 必使人人共晓 然后可以通达民情 熟悉地方事宜 而办理屋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他让官员 掌握通用语言 是为了什么呢 就说你这官员的任免 不可能是 你就在家乡做官 你呢 到了中央做官以后呢 你可能要到各地去 你要去围官 或者呢 去那巡查 那你当地老百姓的话 你听不懂 你说出来的话 人家听不懂 那你呢 就不能够通达民意民情 你也就做不好这个官 所以呢 他在这方面呢 他就提出了要求 那么也就是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 我们看到了 我们民间的 这种对文化传承的 这种力量 那么官方的 对这种通用语言的 要求的这种力量 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合力 这些合力呢 就使得我们的汉字 承载着我们的中华文化 同时呢 记录我们的汉语 它呢 从古至今 就流传到现在了 世界上各个民族 都在研究探寻 文字的起源 西方有上帝造字之说 在汉字来源的传说中 苍结造字最为流行 传说因为苍结造字 而震动了天地 天欲速 鬼夜哭 天上下骨子 鬼在夜里哭 那么汉字真的 会是苍结创造的吗 那么汉字 究竟是什么时候 产生的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呢 来看一幅图 这幅图呢 是根据这周易里边的 一句话 叫做上古 结神而至 后世圣人 亦之与书气 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祖先 在用给绳子上面 寄扣 就是寄一些疙瘩的办法 来记录一些事情 他寄的时候呢 可能寄一个大的疙瘩 表示是一个大的事件 那么寄一个小的疙瘩呢 表示可能是一个小的事件 这也就是我们上古 我们流传下来的 现在我们大家 还比较熟悉的一种说法 就叫结神济世 后来呢 有一些圣人 就把这种结神济世的办法呢 用的书气的办法 什么叫书气啊 就是克 气呢 就是克嘛 就是说在一些器物上 东西上 用克写的办法 来代替这种 结神济世的办法 去记录一些事情 那么这种克写的办法 它就跟文字就相关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想到了 我们古代呢 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苍结造字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位 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 皇帝的史官 他呢 就叫苍结 苍结呢 长得呢 按传说呢 很有意思 他是说 他是重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眼睛 瞳呢 就是瞳孔嘛 是霜的 就跟平常的人不一样 那大约呢 在公元前 2700年的时候呢 皇帝呢 是当时的 我们古代的 部落联盟的呢 首领 他呢 就认为 说结神济世 这个办法呢 好是好 但是呢 等你记的事情一多 他可能呢 就容易乱 你就记不清了 你这个歌呢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等到他做了 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以后呢 他就命令 他的史官苍结 他说你要想一个办法 你呢 用一个办法呢 就代替这种 结神济世的办法 用它呢 来在书面上 记录一些事 这样呢 记录的就比较清楚 我们以后呢 就容易的来查 来回忆 那么苍结呢 就领了这个任务之后 他呢 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就盖了一间房子 就住在那 他就专心致志的 就想 就是我有什么办法 用一个办法呢 能够代替这个结神济世 有一天呀 他就围着这个屋子周围呀 就转 结果转着转着呢 他突然发现呢 地下呢 有一些脚印 其中呢 有很像这个竹叶的 这是野鸡的脚印 还有呢 像这个梅花的 这是狗的脚印 这时候苍结看着脚印呢 他脑子里边呢 就好像就有一个情境 像是狗呢 追着这个野鸡跑 突然呢 他就有一个灵感 这时候他就想 如果我把一些动物的特征 能够用符号的办法 给它刻画下来 记录下来 这不就是书面记录的符号吗 不就可以成为这个 记录事情的文字吗 于是他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他呢 日月山川 什么这些就各种的动物 什么飞禽走兽 以至于家里边用的锅碗瓢盆 他呢都仔细地观察 就这样 他慢慢慢慢地积累呢 就积累了很多的这种 象形的这种文字的符号 他把这些符号呢 就去献给皇帝 皇帝看了以后呢 非常的高兴 哎呦 说你解决了一件大事 于是呢 他就把管理九州的官员 都召集来 召集来呢 就是苍结 创造了这么多的 这些书面的 记录的文字符号 你们呢就拿回去吧 拿回去推广使用 哎 就这样 苍结造字呢 就使得我们最古老的汉字呢 就开始呢 产生了 就有了一批 我们用象形的办法 记录汉语的 我们的文字的符号 那么这些呢 就是一些传说的故事 实际上呢 就是说对于苍结造字的 这样一种传说 在证实里边 其实呢 也有记载 比如说我们大家 可能都听说过的 东汉时期 有一位呢 是文字学方面的 绝对是大师级的人物 他叫许慎 他当时呢 就是写了一本著作 叫《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呢 到现在还被大多数人 奉为闺孽 就是把它呀 当成一个标杆 就是文字学方面 一个里程碑 他在这部书的序言里 就说到了 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呢 苍结之初作书 盖一类象形 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译 即谓之字 这段话说明的是什么呢 他就承认说 苍结确实是 汉字的创造者 同时呢 他也在里边 明确了一个意思 他说呢 最开始 他是用象形的办法 来创造文字 这样的文字呢 叫什么呢 叫文 文我们知道 它就是像我们现在 说的这个文理的文 这就是最初的这个文 章的文的这个含义 它就是花文 表示的就是花文 刻的一些花文 所以叫文 那么后边呢 他说用形声的办法 就是说实际上呢 用象形的一些符号呢 它放在一起 它互相的呢 放在一起以后呢 它就再造一些字 那么这样一些字呢 就叫做字了 他又补充说 文者物相之本 字者 言资辱而尽多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这个字呢 就有这种繁衍的意思 的确 我们在经文里边 我们就能够看到 字这样的一个字形 这个字的字形呢 在经文里是这个样子 它的外边呢 就是后来我们这个汉字的字 上面这个宝盖头 这个宝盖头呢 就是一个房子的形状 那么里边呢 就是子 像是一个婴儿的样子 那么这个合在一起 表示什么呢 就是生育 就是在屋子里边生小孩 因此呢 它就有生育 也有繁衍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汉字 确实 也就像是人类的 最初的这个产生 传宗接代 然后繁衍一样 它呢 不断地增多 不断地文字符号在扩大 它呢 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呢 代代相传 心火相继 生生不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了解到 我们最初 是用一些 像形的办法 造出了一些字 然后呢 我们把像形的一些符号呢 也把它放在一起 用它呢 再组成了一些新的字 比如说木 像一个树的样子 那么把两个木放在一起呢 就构成了树林的林字 那么把一个木头 在下面呢 加了一个小短横 它就是表示树根 和基础的 这个本字 如果把木的左边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三点水 它就变成了 我们现在沐浴的木字 也就是说 我们汉字 在像形符号的基础上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办法 使我们的汉字呢 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汉字呢 到今天为止 我们在古代的 一些符号的基础上 我们现在的汉字 越来越丰富的 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么另外呢 就是关于苍结造字啊 就是在荀子里边 对于苍结造字的 这样一个传说 他的记载呢 可能是最接近于客观的 这么一个事实 他说呢 好书者众矣 而苍结独传者矣 也就是说 他说呢 造字的人呢 当时可能很多 只有苍结的呢 这个传下来 这是他 对于苍结造字这个传说 他的一个看法 和他的一个总结 那么正像后边 我们的这个文化巨人 鲁迅先生 他在门外文坛里 也说过一段话 他就说呢 苍结也不是一个 有的在刀瓣上 刻一点图 有的呢 在门户上 画一点画 心心相印 口口相传 这文字呢 就多起来了 那么史观呢 把它一收集 就可以敷衍 济世了 那么中国文字的产生 他提到 大概也逃不出 这样的一个例子 所以呢 从这样一些表述 和一些史料的 记载当中呢 我们就明白了 苍结呀 他只是古代 我们很多祖先的 一个代表人物 是传说中的一个 很多人的代表 那么在他的身后呢 实际上 有千千万万的 我们的 有聪明智慧的 华夏的祖先 汉字的诞生 标志着中国的历史 由口耳相传 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 有文字 就有了文献 因而 炎黄子孙 一代接一代的 总结历史经验 创造并推动着 社会发展进程 可以说 我们的祖先 告别了蒙昧 走进文明 汉字 做出了 里程碑式的贡献 然而今天 我们所能看到的 最早的汉字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埋藏于地下的 古老文字 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这个话呢 还得从 公元1899年说起 在公元1899年的秋天 当时呢 任职 在清朝的时候 做国子剑祭酒的 有一位呢 金石学家 他呢 叫王一荣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位金石学家 当时的国子剑的祭酒 王一荣 他呢 有一天呢 秋天的时候呢 突然就发作了疟疾了 那么家人呢 于是就去药店里抓药 把药呢 就抓回来了 抓回了之后呢 这王一荣呢 就偶然的 他就翻这些 抓回来的药的时候 他就看到 有一位药呢 叫龙骨 这龙骨呢 一看 就像是一些 龟甲和兽骨 奇怪的是呢 这些龟甲和兽骨上呢 好像呢 有一些很规规矩矩的 刻画的这些文路 他呢 一个一个就拿起来 仔细地端详 越端详呢 越觉得 这里边有文章 于是呢 他就把家人叫来 说你们出去 到北京的各大药房 专门买这个龙骨 而且专门买这个 上面刻着这些 符号的 这些龙骨 那家人买回来之后呢 在家里堆成了 小山一样的 这王一荣呢 一块一块拿起来 仔细端详 看着看着呢 他就产生了一些 隐隐约约的 一些想法 那么这个想法呢 他还不敢确认 于是呢 他就找来了 他的好友 当时这个国学大师 王国伟 等等等等人 大家呢 一起就围着 这堆龙骨 就一起来 研究商量 最后呢 大家得出了 一个结论 就说这些 龟甲和兽骨上 刻的这些符号啊 就是我们 最古老的汉字 它叫什么呢 就起了一个名字 把它叫做 甲骨文 那么就由于 王一荣 偶然的 这种发现 我们埋藏在地下 已经达几千年的 甲骨文 终于就重建了 天日 现在我们来看 这就是从 埋藏在地下 几千年 发掘出来的 龟甲 在这些龟甲上边 就有这样一些 刻着的一些符号 这些符号 就是我们 现在公认的 最早的 成系统的 我们汉字的祖先 甲骨文 当然 现在也有学界的 一些朋友呢 一些学者呢 他们呢 有一些意见 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呢 说甲骨文呀 它不可能是就一个时间 突然的 就冒出来了 就产生了 就有这么多的 龟甲兽骨上面 就有了一个 成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 文字的体系 那么它一定呢 会有一些准备的过程 形成的过程 所以现在呢 在文物考古发现里边呢 有两种刻符 一种呢 是八千年前的 叫甲骨刻符 还有一种呢 是七千年之前的 叫双敦刻符 这两种刻符呢 它很多的 这些符号 跟甲骨文呀 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是这两种刻符呢 目前出土的 都很少 不足以成系统 可是就因为 它有一些符号 跟甲骨文有相似性 所以呢 学界认为 这两种刻符呢 很有可能 也是甲骨文 产生之前的 一些来源 也是它的一个源头 也可以说 是汉字 产生之前的胎儿 也就是胎儿期 这当然是 学术界的一种意见 那么这两种 刻符 我们提到了 甲骨刻符 和双敦刻符 它们呢 是刻在很多的地方 有的是在陶器上 也有一些呢 像甲骨文一样 就在龟甲和兽股上 那甲骨文 我们都知道 它的名称 毫无疑问 它就是刻在 龟甲和兽股上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 又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祖先 他把这最古老的 汉字的这些符号 他要刻在龟甲和兽股上呢 甲骨文是至今所发现的 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 出土于商代后期都城所在地 河南安养的阴墟 百年来 先后在阴墟发现了十多万片 刻有文字的甲骨 记录了商朝政治 经济 文化 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信息 是研究商朝社会 弥足珍贵的资料 然而商朝的先祖们 为何要在甲骨上 刻写文字呢 这些文字又表达了 什么意思呢 甲骨文产生的时候 是离现在几千年之前 那时候 整个的世界 还是蛮荒的世界 混混的世界 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的先人 他们对于一些 自然的一些力量 自然的现象 他无力去解释 更无力去改变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呢 他就总是希望 我能够有一些 自然的 一些天神一样的 这些力量 能够帮助我 使我在这个环境中呢 更好地生存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有一种活动 非常的流行 它呢 是叫什么呢 叫占卜 就是说 我通过一定的方式 我来问一问神 我应该怎么办 那么这种占卜呢 常常的形式 是什么呢 就是让一些巫师 把这个想要 占卜的这些内容啊 就刻写在 这个龟甲兽骨上 然后呢 就把这个龟甲兽骨啊 就投到火里边 让火去烧 我们知道这火一烤 这温度一上来 一加温 这龟甲兽骨呢 它就会裂开 裂开之后呢 它就有了纹路 那么这个巫师呢 就会根据这个纹路来说 你想要问的这个东西 结果是什么 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还能看到一个汉字 这个汉字呢 就是这个兆 什么兆呢 就是仙兆啊 预兆啊 兆头啊 这个兆呢 你想想 它就是表明的 就是说事情 它会有什么样的 一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兆呢 在甲骨纹里 就有这样一个形体 这个形体 大家一看 马上就明白了 它呢 表示的就是 这样的一些 刻了文字符号的 龟甲和兽骨 在火里边 被烤之后 被烧之后 它裂开的 这个纹路 那么巫师呢 就通过这样的纹路 说我去判断 是什么样的兆头 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这样呢 就是一些 占卜祭祀的 这样一些活动 那么甲骨纹呢 就是由于 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呢 它才刻在了 龟甲和兽骨上 那么我们都知道 古代呢 刚才提到 祭祀活动呢 非常的普遍 那么这样的一些活动呢 后来就产生了 一门学问 这种学问呢 就叫甲骨捕瓷研究 就是研究 甲骨上的这些捕瓷 那么这些捕瓷 到底里边 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么到底 我们现在发掘出了 多少这样的一些 甲骨纹的一些残片呢 虽然呢 学术界呢 对于有多少 甲骨纹的残片的意见呢 不算太统一 因为有的人觉得 这是甲骨纹 有的呢 可能觉得这个不是 但是 大家共同的认识就是 至少我们现在 有14 5万的 甲骨纹的残片 这应当是大家的一个 共同的认识 那么这样一些甲骨纹的残片 这么多 后来很多学者呢 就对其中记录的这些符号呢 进行研究 那么现在得出来的结论呢 这样的符号呢 大约一共有四千几百个 就是不同的符号 有四千几百个 可是呢 非常的遗憾的是 因为离现代年代太久远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能够正确地了解到 这样一个符号含义的 这些甲骨纹的符号 一共大概有一千多个 刚才说总共有四千多 现在我们能够了解意思 也就一千多 那么还有剩下的三千多 还在探究的过程中 那么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一些甲骨纹呢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 甲骨补词里边 那么我们现在就想了 那么甲骨补词 它到底都是有些什么内容呢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条 比较完整的甲骨补词 它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一条比较完整的 甲骨的补词 它呢 一般呢 是由四个部分构成 就第一个部分呢 它会说时间 就是你占卜是在什么时间 然后呢 说人 就谁在占卜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你问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说结论 然后呢 还有个第四部分 就说呢 这个结论呢 是不是对的 有一个对它的验证 那么这条甲骨补词呢 很完整的我们把它连续地读一下 叫甲骨补 王 真 金西语 吉告 知西云语 智语 物申语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占占卜的人是王 就是商王 当时殷商王朝的帝王 他是占卜的主人 是他要问的 他呢 在什么时间呢 想要问这个事呢 甲骨 甲骨呢 大家这时候要注意 他在这儿呢 表示的是时间 这个时间呢 就是上午的11点 到下午的1点 这个时段 叫甲骨 就在这个时间呢 商王呢 想要问这么一个问题 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问 问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傍晚的时候会下雨吗 那么呢 最后的预兆是什么呢 这个列问里边 哎 表现出来的 说是吉告 就说啊 是个好兆头 那么这个兆头 最后验证了没有呢 哎 验证了 说知西云语 知就是道嘛 就是快到这个傍晚的时候 西就是傍晚嘛 快到傍晚的时候 云呢是信 哎 就是有诚信的意思 在这儿就说果然 到了傍晚 他说果然下雨了 那么下了雨 这个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说是 雾身 雾身同样 也不是记年的 在这儿呢 它也是记时的 就下午三点到五点 你说果然 哎 到傍晚的时候下雨了 你看应验了 这就是一种 完整的 甲骨补词的 这么一个完整的说法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 像这样完整的补词呢 现在我们发现呢 还非常少 大概呢 好像按照学界的意见 不足十条 就不足十条 是完整的 其他呢 都是比较残缺的 但是甭管 完整的还是残缺的 我们在甲骨补词里边呢 常常会看到一些 反复出现的字 像刚才提到的王 就是商王 那么有时候呢 还会看到商 商我们都知道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 这个朝代 朝代的名称叫商 那么还在里边呢 我们会看到 看到像大甲呀 足矣呀 这样一些字样 这大甲和足矣是什么呢 就是商王朝的时候啊 一些帝王的称号 那么反复地出现了 这些朝代的名称 和帝王的名号 我们现在可能 就会想一个问题 这样一些朝代的名称 和帝王的名号 它们会有什么意思吗 它们背后 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玄妙的东西 有一些什么 有趣的故事呢 就好像现在 我们人起名一样 我们也要好字眼嘛 我们起名都希望 自己的名字是好字眼 那么作为王朝 作为帝王 他的名称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那比如说 我们的第一个朝代 夏朝 这个夏呢 有人说 它是昆虫的名字 以前呢 就是一个昆虫的名称 那有的人说呢 它是猴子的名称 这表示一种猴子 它是部落的呢 图腾 那到底这个夏 它是什么意思呢 再比如 在南北朝之后 还有一个 比较短命的 统一王朝 叫隋朝 那么杨坚建立隋朝的时候呢 关于这个国号的 这个用字 就在这个隋朝的隋 和跟隋的隋 这两个字之间呢 在犹豫不定 他呢 就是想选择一个 好字眼的字 来命名他的这个王朝 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他选择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隋 那其实这个隋子呢 在古代的时候呢 它跟堕落的堕 是相通的 就是表示掉下来 堕落的意思 这样一个字呢 我们都知道 堕落是一个很不好的字眼 那杨坚建 难道不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选择了这个隋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 这就是我们 想要探讨的问题 那么其实 从中国的第一个朝代 夏 然后商周 一直到最后的元明清 历朝历代 王朝名称的用字 都有一些寓意和讲究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史料里边 只有元朝在立国的时候 他有一个诏书 这个诏书呢 叫建国号诏 在那里边 关于元朝的名称 为什么叫大元 他有一个解释 其他的朝代 像我们提到的夏商周 一直到明清 都是我们后人 根据一些传说 或者一些史料间接的 我们推断 这样的一些王朝的名称 他们呢 背后 这个字呢 有什么样的寓意 皇帝选择这个字 当自己的这个王朝名称的时候 又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而这样一些推断和探究呢 也正是我们这个系列 王朝名称有讲究 想要探讨的问题 那么呢 从下一集开始 我们呢 就从下开始 让大家和我们一起 走进 历代王朝名称的世界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下集完